从天而降的尸体将卡车顶都砸遍形了 警察赶到现场 仔细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 发现旁边都是小平房 怎么跳都不可能砸出这么大个坑 这下真的让他们迷惑了 可机智的小帅非常聪明 他顺着水流方向 判断出第一案发现场不在这边 而是在不远处的高楼 等他们走过去 果然发现了正在打扫的清洁工人 满地的玻璃碎渣 表明死者确实是在这里跳下来的 小帅将这里列为案发现场 刚向前走了一步 突然头顶掉下来一块玻璃 幸好小帅命大躲过去了 而此时大厦里的情况可能不太好 几个互不认识的人共乘一个电梯 但电梯却发生了故障 监控室的大爷发现了情况 可他却以为电梯已经在维修了 因为指示灯是这样显示的 于是立刻打电话给维修工 结果维修工正在修玻璃 离电梯十万八千里 可监控里确实有人被困 大爷就让维修工跑一趟了 而他就待在监控室里 安抚被困人员 电梯里的呼救电话响了 里面的人能听见外面的声音 外面却听不见里面的声音 但以前是可以的 几人在电梯里相依为命 尽管第一次见面 他们也尽量将分为营造的活跃一点 就在这时电梯突然黑了一瞬 再次亮起 光头哥就拉着一个大姐的手 大姐吓得面露惊慌 以为光头哥心里变态 但光头哥一直深呼吸 好像呼吸困难 就在大家疑惑的时候 他解释说 他有幽病恐惧症 现在这个环境让他很难受 贴心的大壮将电梯顶开了一个缝 光头哥立刻凑上去 狠狠地深呼吸了几下 外面传来消息 很快他们就可以安全出去了 卷毛趁了这点时间 向大姐推销自己的业务 作为一个销售 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潜在客户 于是旁边的美女 成了她的第二个目标 可话没说几句 人家就不想再搭理她了 没过一会儿 美女就感觉有人碰了她一下 卷毛正好在这个方向 所以她成为了怀疑对象 就在此刻 灯又开始闪烁 大家都以为是工人在维修 殊不知 维修工人刚刚才走到电梯内部 里面有一只小狗熊 它一直不敢上前 好不容易等她跑了 上面的电梯却突然砸下来了 电梯里藏着一个恶魔 困在里面的人生死难料 因为就在刚刚 恶魔已经随机杀掉了一个人 两分钟前 电梯黑了一瞬 等再次亮起 大家发现 里面唯一的美女居然受伤了 背上有一道很可怕的花痕 大家都不知道是谁做的 反倒是卷毛衣服上有血迹 她用手给挡住了 可还是被人给看了出来 卷毛是有口说不清了 大家也对她产生了防备 这里面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所有人都不敢轻易相信 救援人员一直没到 大壮和光头哥只好强制开门 可是这门却丝毫不动 小帅赶到监控室 他试图安抚大家 也让他们配合自己的工作 旁边的小跟班试图说些什么 可是被大爷给拦住了 就在这时 电梯灯又开始闪烁 卷毛一个人待在角落 离大家远远的 灯即将熄灭的时候 美女看见了满地的尸体 全都被鲜血覆盖 可再一抬眼 眼前就是大壮 悠闲地坐在地上 灯光熄灭 电梯里一阵混乱 再一亮起 卷毛就被人给杀了 小帅倒放着监控 可什么都没有观察出来 他只好去其他地方 打探死者的人际关系 电梯里的人们也开始猜测 他们现在都是嫌疑犯 谁也不能轻举妄动 大壮想爬上去 或许他能进入电梯内部 然后发现故障所在 心动前他跟光头哥说了 谁知他刚爬上去 光头哥就大喊 说他要逃跑 大家合力将他拉下来 大壮非常气愤 可光头哥却是一副 道貌黯然的样子 好像自己不知道一样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大壮让他们搜身 而另一边 小帅从工作人员口中得知 卷毛以前是个诈骗犯 他骗得很多人血本无归 甚至还有人为此自杀 回到监控室 看见小跟班和大爷在看图片 上面有一个巨大的鬼脸 但小帅丝毫不怕 他觉得有时候 人心比鬼更可怕 五年前 他的妻儿死于车祸 肇事司机逃跑了 但他留了一张纸条 小帅体会到了那个人的无助 所以原谅了他 看着电梯里的人们互相搜身 小帅制止了他们 现在这个阶段 大家还是不要有身体接触才好 可他进不来电梯 里面的人也不是特别听话 大姐不想碰到死人 就把他踢到旁边去 结果不小心碰到了光头哥 争吵即将开始 大姐拿出了方郎喷雾 但是没有用 光头哥趁机把他给拍开了 就在大家僵持不下的时候 电梯发出了一阵巨响 似乎有什么东西砸下来了 紧接着 头顶渗出了血迹 他们这才知道 上面有人死了 与此同时 小帅也将所有人的信息 调查清楚了 大姐是个小偷 美女是个骗子 光头哥是个暴徒 这里面的人都不是一般人物 随后 电梯灯又开始闪了 大家都开始惊慌 害怕又会有人死 他们站得远远的 谁也别碰谁 可是依然有人死了 这次是大姐 她被勒住脖子 掉在电梯上 大壮和光头将她拿下来 看着大姐睁大的双眼 大壮实在不忍心 想帮她闭上 结果光头哥却说 要死几个小时 才能手动合眼 这是一部诡异的电梯 只要灯一熄灭 就会有人死掉 才不到十分钟 这里面就死了两个人 很显然 活下来的三人里 肯定有一个是凶手 他们谁也不相信谁 很快 两个男人就打起来了 美女在一旁 山峰点火 她希望光头哥也 因为她怀疑大壮 就是杀人凶手 可很快 光头男就败下阵来 女人害怕被打 她开始大声求饶 希望监控室里的小帅 能够阻止她们 不得不说 再大的胆子 也会怕警察 两人很快就休战了 随后 灯开始闪烁 美女知道有人会死 所以很希望 光头哥能够保护她 为了约束大家的手 小帅提议 让他们拿出手机 照亮对方 但没一会儿 一股无形的力量 将他们的手机 打掉在地 随后 电梯彻底黑暗 再亮几时 光头哥已经死在地上了 这下 就剩下两个人了 他们都以为 对方是凶手 为了保命 两人拿着碎玻璃 当防御 可是美女知道 硬打她肯定赢不了 毕竟光头哥 那么大块头都不行 于是 她选择投降 主动将玻璃扔了 大壮见此 也防备地将 瘦伤的玻璃 放在了地上 在她看不到的地方 美女的裤子里 藏着一个刀片 消防员在外面 另开通道 很快就要打通了 电梯里的人 眼看就能出去了 结果灯又开始闪了 大壮依然用手机照亮 可是美女不 她已经拿好了玻璃片 于是灯亮时 美女被杀了 大壮手上都是血 但她也很懵 因为人不是她杀的 她想问美女 到底是谁在杀人 可是身后的大姐 却突然复活了 她说 下一个死的就是大壮 原来 大姐被鬼魂附体 现在是来报仇的 看着怀里 即将死去的女人 大壮想起了 自己所犯下的罪 五年前 她意外撞死了一对母子 胆小的她 立刻就逃跑了 连救护车都没降 所以那两个人死了 直到现在 她心里都非常的愧疚 大壮认命了 当年她就应该付出代价 所以她很认真地 跟大姐忏悔 让大家把她杀掉 电梯骤降 可大壮没死 因为大姐在给她机会 于是 大壮拨出了报警电话 向小帅自首 说出了当年自己犯下的错 听到这里 大姐也彻底原谅了她 彻底离开了 可小帅那边 像是五雷轰顶 原来大壮就是毁掉自己家庭的人 电梯正常打开 救援人员将尸体抬走 而大壮则跟着小帅去了警局 路上 小帅说出了自己一直想说的话 他早就原谅了大壮 或许也是因为这样 大壮才躲过了这一截